作者 尔雅 由智地有生制作 第四百二十五集 占便宜 狼王堡的风俗是只给一个人送吃的吗 赵普犹豫了一下 凑到公孙耳边小声开口 狼王堡的风俗啊 是给最瘦的那个 公孙忍不住笑了出来 展昭耳里多好 这句话 磁溜就钻进耳里了 他头发都快竖起来了 他看了看公孙 又看了看自己 没理由啊 公孙明明比他瘦 这狼王堡的人眼神都有问题 是不是 赵普犹豫要炸毛了 就安慰他几句 公孙穿斗篷呢 又坐在我后面 大概是被挡住了 看不到了 如果说瘦弱嘛 你说什么 那人们 展昭明显比你瘦 公孙一马拽住赵普的头发 赵普赶紧摆手 公孙眯眼睛 展昭嘴角直抽 赵普这叫睁眼睛说瞎话 原则叫狗吃了 与此同时 出来迎接赵普的邹梁和林夜火 正好看到这一幕 邹梁无语 赵普的大元帅威风都叫狗吃了 一旁萧桐海也好奇 哦哟 赵普和这书生关系不错的样子嘛 林夜火蹦蹦哒哒出来 一眼看到展昭捧了满手的吃食 笑得直跺脚 哈哈哈哈 竟然给你不给公孙 话没说完 展昭和公孙同时一挑眉 赵普一句话能得罪了 不过 没等展昭和公孙发飙 白玉堂和赵普突然一手拿起展昭手里的一块蜜糖糕 拍了林夜火一脸 这种蜜糖糕是狼王宝的特色美食 用蜂蜜做的 松软香甜 展昭刚才在路上就吃了一块了 十分好吃 林夜火被蜜糕糊了脸 急得直蹦的 白玉堂和赵普又一人拿了一块蜜糖糕 塞进展昭和公孙嘴里 一手拽着一个跟萧桐海进去了 林夜火在门口跳脚 往下扒了黏乎乎的糖糕 你们两个竟然敢偷袭我 是不是嫉妒我比较帅 叼着蜜糖糕的展昭和公孙一起回头瞧了他一眼 觉得明显他们各自身边那位比较帅好吗 邹梁看着又被欺负了的林夜火也无奈 伸手从他面颊上滑下一块糖糕来 手指都塞进嘴里舔了舔 点头 蜂蜜的养颜 林夜火想了想 心情倒是稍微平复了些 将剩下的没扒了下去的又糊了糊脸 嗯 倒也是 索性敷个脸 不要浪费嘛 话刚说完 邹梁凑过去 伸出舌头 对着林夜火的面颊由下往上填 填 填完之后邹梁扎扎嘴 而此时处于呆愣状态的林夜火才回过神来 突然炸猫跳了起来捂着半边脸 嗯 你你你你 你自己说的不要浪费嘛 说完 邹梁转身心情很好地进去了 林夜火揉着脸跟进去 那哑巴竟然占的便宜 狼王堡 由于山地较多所以整座城有些类似于北海的皇城 好多房舍都是傍山而建的 房屋有秩序的依次往上排列 黑色的房子密密麻麻的错落有之 大概是觉得颜色单调 好多人家都给房屋的墙壁或者屋顶刷上了不同的颜色 因为还种了好多树和花 还有特别多藤蔓 整个城市用公孙的话讲就是 美呆了 白玉堂也开金口 夸赞了一下狼王堡居民的品位 狼王堡的皇宫也在半山上 不过跟北海那种高高在上的腔调不同 这皇宫像个巨大的庄园 进门先一眼看到的是一大片草场 草地上好多马在散步 还有很多狗 据说啊 廖杰从小就生活在草原上 喜欢马和狗 喜欢大片的草地 喜欢自由自在 所以萧桐海给他造了个小草原 让他生活的舒适些 别看萧桐海是一方霸主 可他什么都听老婆的 家里一切都是老婆说了算 现在廖杰又给他生了一子一女 萧桐海就差把媳妇供起来闯了 众人莫名有些佩服萧桐海的娘 萧桐海原本可能在座辽王 可如今却是过着世外桃源神仙眷侣的安逸生活 果然老太太还是有眼见的 展昭和白玉堂随着萧桐海进入皇宫大门 先穿过草地 至于黑萧和早多多白云帆他们都不用住马棚 时间撒手就行 反正到处都是嫩草可以吃 想住哪儿就住哪儿 远处一大排空马棚随便挑 这对方不错呀 展昭左右看 小五老实地跟在展昭身后 从刚才开始长毛就虎视眈眈地看着他 小五觉得那匹马好凶 殷侯和天尊也跟了进来 天尊不知道在干嘛 走得挺慢 殷侯瞄了他一眼 退后几步 跟他一起走在后面 你干嘛 这草地总不至于迷路吧 天尊摆着他一眼 撩着眼皮斜着眼睛看着他 干嘛 不说了让你留在黑丰城吗 你说送一城送一城 直接送到狼王堡来了 还不回家 来都来了回去干嘛 我不认得回去的路 天尊瞪他 其实展昭白玉堂和赵普 也都觉得有些怪异 之前赵普让殷侯在大营留守 殷侯也并没有反对 但是出门的时候 他却跟着来了 天尊问了他一句 他说送一城 众人以为他是舍不得展昭 可殷侯这一送就送到狼王堡来了 于是众人都觉得 殷侯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毕竟殷侯的身份 年纪辈分摆在那里 他和天尊肯帮忙 对赵普来说已经十分满足了 当然不会想拆使他们 老人家既然要跟来 那就让他跟来嘛 自然有他的道理 不过白玉堂了解天尊 他看得出来 天尊应该知道殷侯为什么要跟来 而且天尊似乎是嫌殷侯多事 难道外公这次跟来是因为师父 相比起白玉堂 直了指远处一座长得像笋一样的陡峭高山 那边 嗯 上去有路吗 我已经命人加固了铁锁桥 以你们的功力是绝对没问题的 萧同海说着 带着众人进大殿 大殿的结构和辽国的宫殿有些相似 毕竟萧同海也是黄金国旗 可能印象比较深刻 此时朝堂之中有几个武将在 赵普貌似也都认识是萧同海的首相 后头啊 邹良也进来了 林烨火则是洗脸去了 邹良和赵普连同萧同海一起讲正经事 天尊拽着殷侯出门 展昭和白玉堂既想听赵普他们那边 又好奇殷侯和天尊搞什么鬼 左右为难 这时 洗了脸的林烨火跑进来了 还问呢 哎 梁老爷子在门口干嘛呢 拉拉扯扯的 什么情况 展昭将自己的观察和想法说了一下 林烨火在一旁听到了 摸着下巴凑过来 我师父也有些担心天尊的样子 白玉堂听得眉头都皱起来了 看两人 为什么 我师父有什么问题啊 我昨天来的时候碰到老头了 他好像是接到了殷侯的消息 先赶去冰河的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 殷侯先让无杀先去冰河 为什么呢 我昨天碰到他的时候 他自言自语说了一句 什么别出什么乱子才好 天尊好容易熬过这一百年 他边说边跑远了 心事重重的 不过我也没太在意 什么叫好不容易才熬过一百年 白玉堂脑子有些乱 之前银妖王的预言是天尊孤独百年 但是一百年后是福寿绵长才对啊 你想法子引开天尊 白玉堂看展昭 展昭拍了拍胸口 我单独问我外公是怎么一回事 比较容易问出来 白玉堂点了点头 想了想就回头 其实以赵普的信心 早就看出端倪来了 就问萧桐海 这狼王堡 有没有什么买古董的地方 狼王愣了 摸着下巴想 倒是身边一个武将先开口了 承西有个七里桥 那一带都是古玩 很多中原人 都到这来逃换东西 那大多是古时候 西域一带的宝贝 与中原有很大的不同 说这话的时候 正好天尊和殷侯 憋憋憋憋的进来了 一听到西域谷完 天尊的注意力就被分散了 白玉堂赶紧问他 去吗 天尊点头啊点头 白玉堂对展昭使了个眼色 带着天尊就出门了 为了让天尊的注意力足够分散 不要有空闲 灵夜火也跟着去了 他比白玉堂可见谈多了 一路上哄得天尊乐呵呵的